全盛时期有3000多名学生的光荣家商 如今只剩200多人 受到少指化加学生外流双倍影响 招生困难 亏损严重 董事会及校务会议决已停招 教育部国教署也已核准 光荣家商停招这件事情 所有教职员工都非常舍不得 尤其光荣家商有121年的一个历史 过去一直在服务基隆地区的乡亲 照顾基隆地区的学职 对于未来我们目前的高一高的学生 我们会把他照顾到 顺利从光荣家商毕业为止 那这一部分我们要请我们的家长 然后跟学生都放心 学校一定会把他这件事情给完成 那另外我们也会照顾我们的教职员工 分三T次的离退做最好一个ending 教职员都觉得很不舍 但表示会按现有资源提供教学 技艺竞赛培训等让孩子顺利毕业 从小我从小就在这边长大 受光荣的照顾 包括现在我的儿子也是经常来学校 我们都是吃光荣家商的奶水长大的 现在这样子的话 坦白说要结束 我们非常的不舍 然后我们会继续的将这两届的小朋友 把他带到他们整个毕业 停招不停办 现在一二年级学生不受影响 未来学校如何转型发展呢 那未来光荣家商以转长照为目标 那当然这一定要经过董事会的一个同意 那希望未来能够延续 人家照顾基隆地区的一个处心 然后来继续服务 照顾基隆的所有的乡亲朋友们 等两年 现有学生全数毕业离校后 校方初步构想 是朝长照机构发展 期许仍然为基隆市民继续服务 记者蔡小军基隆报道